少公子今天怎么没有来 冲地年幼 兴许是累了 他今天应该来啊 为何 丞相今天正午毕道 他都等了三天了 可是偏偏 今日却没有来 曹丕还以为自己捡了大便宜 却不知曹冲又领先了他一步 话说巡玉和曹操联手完空城记 巡玉带着文武百官 在许昌城外等了整整一天 愣是没见到曹操身影 几个年纪大的老头 已经滴血糖晕倒了 巡玉眼看时间差不多 这才宣布散场 各位大人 丞相刚才派快马传信 说他今天要在襄阳休息一宿 今日就不到许昌了 大家都很辛苦 今天就回家休息吧 散场前巡玉还不忘吩咐众人 明天准时报道 大臣们满肚子怨言 却不敢发泄 只能互相扶着返回许昌 唯独曹丕一动不动 我想多等候一会儿 兴许富相能连夜赶回来呢 巡玉当场表示不可能 自己跟了曹操这么多年 就曹操那多以谨慎的性格 绝对不可能走夜路 我父亲虽然谨慎 但却多变 巡大人又如何能预知 我父亲的行踪呢 其实曹丕比巡玉更清楚 曹操肯定不会走夜路 但他就是要等 曹丕要让许昌的所有官员和百姓 都看到他这个长子 到底有多孝顺 巡玉的空城计 效果显著 马腾不清楚许昌的底细 八万大军果然不敢继续前进 巡玉如是重负 他终究还是没辜负曹操的信任 当得知曹丕直到深夜 还在城门口哭哭等候时 巡玉忍不住夸赞曹丕 真是至诚至孝之人啊 守城小将有些不解 曹操明摆着不会回来 曹丕再怎么努力 曹操也看不到他的孝心 但是百官看得见 上天看得见 只要上天看得见 丞相早晚有一天也会看得见 小将却告诉巡玉 今天城里有些传言 说曹丕这么做 是为了妖宠争夺柿子之位 巡玉一听脸色微变 住口 宋将军 只要你今后 想太太平平地过上一辈子 你记住 就永远不要听信 别人的传言 被巡玉一提醒 守城小将吓出一身冷汗 这才知道自己失言了 班师仪式一连举办了三天 前两天曹丕和曹冲 都在南门准时出现 可到了第三天 曹冲却没有出现在南门 巡玉倍感可惜 因为他知道 曹操今天正午必到 曹丕听后 心中暗喜 这下没有对手啊 果然不出巡玉所料 没过多久 曹操的车架就抵达许昌 就在曹丕满心期待准备接驾时 意外突然发生 感谢观看